摸骨 一种神秘而快失传的算命方法 过去的民间 凌穿一种奇术 通过人的骨相来判断性格 以及一些身体潜在的疾病 还有一些少见的高人意识 甚至能做到 只凭观察人的骨相 用手触摸骨骼 就能看出你的前世和今生的雄东富贵 提起摸骨 可能许多人都没有接触过 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都说 想人之身 以骨为主 贵贱定义骨法 真正的摸骨术 不是什么仙术 以及长生不老术 而是盲人秘传的看家本领 所以从不清传 更是不传名言人 暗出名人王冲 在《论横》一书中 专门有骨相一姐 讨论骨相与性格命运的关系 他认为 身体各个部分之间 都存在一定的联系 骨肉之间 骨为君 肉为尘 所以摸骨 亦可称为 参透人生命运的工具 这门预测术十分神奇特殊 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可以进行摸骨算命的 且相不作独论 看相还需要结合 首相面相 古人非常信服 骨相之说 以人或富贵 或贫贱 或俘虏 或负书 都可从其骨相中可见一斑 比如说 民间有 如果拥有麒麟骨 日后成就 必定不凡的说法 再比如 但凡是有帝王之相的人 那么长得 必须跟凡人不一样 经历过真传高人摸骨的人 都会惊叹此处的 神奇准确 正所谓 肉要丰满 不能累赘 骨要坚俊 不能不足 相属追求骨肉得当 不富裕 不缺陷 最好的骨相乃是 骨在肉下 肉依骨生 其关系 如阴阳交感 像阳之刚 阴之柔 阴阳协调 刚如相继 摸骨这个技术 不仅难以掌握 而且手法特殊 现代这样的高人 所胜无几 一般有真功夫的人 不轻易受土地 所以很多好的口诀 都失传了 而且摸骨 只能预测鸡胸 最终的鸡胸 还是看这个人 自己的选择 摸骨又叫摸手光 每一种骨 都有各自的 相对应的命运 市面上很多 号称是摸骨的人 只从外形 和骨骼上计量 又或是手里 拿着一个头骨标本 整天在街上 四处抓要撞变 那个很难有枕头 因为已经失去了 摸骨通神的精髓 摸骨之人生 骨相看极胸 什么是摸骨算命 其实摸骨 并非是摸遍全身 真正的拿手 去一块一块骨头的 仔细去摸 那个叫看全相 而摸骨 只是手往头顶上一搭 一按一按的 顺着脸就下来了 摸的是颈椎几节骨头 和头上几块骨头 还有手腕几块骨头 感觉其中细巧的变化 不一样的地方 每个部位 大概一尺长 就能摸出一生命运 不一样的地方 就决定了人 不一样的气质 很奇特 感觉跟全系的道理似的 古人说 观千剑而后神器 先摸头 头是先天 是身体 各部位的统领 百害的手掌 人一生下来到老 可能别的地方都会改变 但是头始终还是那样 所以摸骨 实际是在摸一个人的内在 是否发育优良 毕竟 一个歪头 不会长成正头 一个葫芦 不会长成尖锥 相学讲究的是 有猪内 必行猪外 一个人的头 就是命的根 所以 先从头上摸起 一般来说 头仪严峻丰满 圆形 不宜肩薄 缺陷 傾偏 好的行 应该是如龟背一样 主扶落寿俱全 头骨 应丰满俊秀 突厚相宜 长方相得 如此则是大富大贵 大树的骨香 颈椎则是代表着 一个人的福分 和一辈子的经历 也是人身体之关键方位 其五官 纹理 气色之改动 都不重要 脊椎之顶 代表着人生的主要技术 所有一切都记录在那里 最后就摸手腕 手是一个人一辈子 所能够拥有的东西 每一种骨 都有各自的相对应的命运 手骨的摸骨看向相相对简单 手骨包括腕骨 长骨和直骨 三部分组成 手指修长 指甲圆间 手指近方形 长短适宜的 很少会经历磨难 它们福禄云旺盛 能够一生顺利 而手指粗短 骨节突出 皮肤粗糙的人 只能一直生活在 无休无止的牢笼之中 其一生 必牢笼一生 奔波困顿 摸骨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此 所以 起心动念 鬼神皆知 摸上成千伤万的人 自然就能类比出 高低贵贱 不过这些术术 只得一般人有用 对于大善之人和饥饿之人 这些术术就不灵了 可知晓古今的奇门艺术 鬼骨子神秘的摸骨术 贫富一摸便知 在相书家看来 骨相系一生之格局 依据摸骨来预测一个人的运势厉害 并非封建迷信的老旧思想 一切的东西 都有着属于他原本的痕迹 前人前面 前风水 一枚一向 一人生 过去 行刑砍头的老官差 之所以一摸这个人的脖子 就知道他命里有没有死恶 就是因为 他能以手带眼 用心感触 在预测的时候 能够做到心身合一 还有老中医 学太素脉法的 之所以靠望闻问切 就能轻轻松松 从脉象里 耗出这个人的富贵贤鱼 看出其身上的寿源 与五脏健康与否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一般来说 整眼人心太杂 眼花缭乱 建策起义 是没办法摸骨的 身心是刹那变化的 摸骨关心在于细心比较 骨头都是长成的 是什么骨头 就是什么命 一个念头 身心世界也在随之 微细变化 摸上几十个贼 贼的骨头便一目了然 大手便知 有道是 肉骨与骨是阴胜阳 骨弱与肉是阳胜阴 像优劣与否 最关键的因素 是骨与肉的相互关系 这种阴阳反转的骨相 叫做一片之相 不利于命路 老一辈的莫骨师父曾说 食物人不要瘦骨临寻 胖人不要满身肥肉 皇帝内经 素问五脏生成中说 脾主运化水骨之精 以生养肌肉 骨主肉 骨头暴露在外面 叫做弱不复骨 太过瘦弱 并且软弱无力 身体抵抗力差 这样的人通常多灾多难 虽然肌肉发达丰满 体格壮实 精神内妄 但肥胖的人 也不应该肢肉过多 如果浑身的肉 几乎都松松垮垮 这就是死相 所以这种人 也容易患病 抵抗力不强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骨和肉应该相衬 气和血应该调和 如此一来 五脏六腑之间 方可正常运化 水骨轻微 骨像单薄而色粗的人 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即使不平穷 也会夭折 从健康的角度来说 自然界万物的生存法则 皆是如此 正所谓 树进导致气质 气质而受众 相传 鬼骨子因为看到盲人 在这世上生存艰难 便将摸骨之树 密传给了盲人这个群体 如果有明眼人 非要休息这枚书法 那么他学生之日 也是失明之日